随着文创产业新盛 手写字体带给许多艺术家与设计师新的灵感 台湾字体设计龙头也设计出一款爱情字体 结合快闪电销售限量版巧克力 也规划实体展览 要让民众更了解字体被赋予的情感 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讯息 也为字体业带来新的激荡 这是我们的华康爱情体字型巧克力 把心中的话语喝在巧克力上 字体是最新流行的爱情体 笔画融入眉型般的弧度 优雅字体与巧克力结合 在七系限量推出 辱获上心 有巧克力啊 然后就给人家一种很甜的感觉 然后尤其是七系情人节的时候 如果收到这样的礼物 我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因为可以自己选字 然后就是蛮客气化的 然后就有选一些字 然后送给我男友这样子 一起变更好 字体创意不仅于此 还融合科技 业者接入手写字主题 结合脸书机器人 联友只要输入有地区号 就能收到聊天机器人 传送的手写情书 三天内涌入三万多则留言 微电影也有130万浏览量 其实会有这些字体的行销动机 是要让民众更了解 字体被赋予的情感 我们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唤起大家对文字上面的情感 而且知道说字型其实不是硬邦邦的一个 好像就只是存在在电脑里头的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穿情达意 而且帮我们带来很多样不同的感受 它的头部像这样子 它的脚是长的 然后上升是比较重心比较高一点 所以它有点像模特儿的这种感觉 模特儿般的九头身形 是日本运用最广泛的经文体 常出现在保养品 食品 DVD等女性用品 还有日本临时包装上常见的立书体和亚颂体 这些美丽字型都来自台湾 台湾字体设计龙头30年来 累计200多套字体设计 包括全球第一套笔画组字中海书体 被16年完成的古籍舞书体 更获得日本优良设计奖 文化的深度 文化的涵养 都是可能几千年来 我们目前现在人还在用汉字的时候 其实会可以感受得到的 那我们自己设计团队也是觉得这样子的 几千年来的汉字文化 对于他们的创造灵感来讲 也是一直源源不断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是我们的一个有失 设计一套字体平均费时两年 尤其汉字较欧美字繁复 字数多 又要考量整体阅读性 加上网络发达 字体受到科技业的重视 Google和Adobe合作推出 思源送体开源字型 整合东亚15亿人口使用需求 Apple也推出专属的平方字体 还有云端字型与独立字体设计的兴起 都为字体业带来新激荡 未来我觉得可能AI IoT这些 一定都还是有需要人机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那文字的需求可能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 又需要我们做一些技术上或呈现上面会设计上会有点不一样的修改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期许我们自己要跟得上脚步的 把美丽的字型放进智慧表里 兼合联发科生物感测晶片 这就是电脑品牌ASER首款的原型穿戴式装置 也提供给今年世大运的选手们 让各国好手在竞赛的同时 体会台湾字体设计与科技融合的温润情感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导